Google相簿 我也跟各位講Google相簿可以把照片 就是你的照片隨便 你要分享到LINE 分享到哪裡都可以 比如說這一張照片 假設這一張拉麵的照片 我把它點開來 我想分享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就有分享了 安卓的就是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小魚的圖案的分享 有沒有 所以你看這張照片 我想分享到LINE 可不可以 可以啊 你看我這個箭頭 按了 然後我要分享呢 分享的話 因為Apple比較麻煩 所以我就常常拿Apple來做示範 Apple請你不要這邊選 你不要選上面的人 上面的人都是 上面的都是你的那個 Gmail帳號 你是分享到那個Gmail帳號 我建議 你選這個分享制 但是那個安卓的應該不是分享制 它應該就是那個 或者是也有可能有 分享制點一下 然後它這邊就可以有選LINE的 你看到沒有 這邊就有LINE的 可以選 然後這邊就是常用的LINE 假設我就分享到我這一個群組裡面 我就點了之後 按分享 好 我們的群組已經分享上去了 真的嗎 來看一下我們的群組 有沒有 這是我們的群組 手機GOOGLE應用 手機GOOGLE應用 這個 你看是不是就分享上去了 可以嗎 所以這個 你用GOOGLE相簿來管理你的照片 其實要分享都很容易 好 我再講一次快速再講一次怎麼分享 好 就是呢 你用GOOGLE相簿 然後把你喜歡的照片 你要分享給別人的照片 你要丟兩張 可不可以啊 丟兩張 然後呢 一樣選分享 然後呢 一樣分享日 然後 哎 就可以選了啊 選LINE啦 有沒有 如果真的想選FB可不可以 FB的要在底下找 你看這裡有FB 要分享到E-mail也可以 都可以 所以你按分享他就分享出去了 所以很簡單 這個算簡單的 我就暫時先跳過 然後我要現在開始來囉 上次有請各位把那個頭像把開來 我不是說 他就會慢慢把你的那個 你的照片裡面有的人臉辨識出來了 所以我要搜尋 我要尋找 我要尋找 搜尋的話 你看這邊就有頭像出來了 如果我要找照片有我的 照片有我的 我就把我的人臉跌下去 然後現在就出現 每一張這裡面照片有我的 都會幫我找出來 即使是 人一大堆的 人一大堆的 他一樣可以找得到 你看我的我人在前頭 好 或者是你看我再來找看 我就說上次這一排裡面 這麼多人 我在右上角這裡 可以找到 可以嗎 好 甚至你可以再看到 這一排 請問你晃眼間可以看到我人在哪裡嗎 我看一下我人在哪 我自己都還不太知道 我在 我在哪裡 我在那邊舉手舉著高高的這個 我在這 你看這麼多人 Google相簿一下就幫你辨識出來 很厲害吧 好 所以這是點一個人 我再講一次點一個人怎麼找 就是在搜尋 搜尋 然後那個頭像會出來 就是剛才這排頭像會出來 可以嗎 你可以選人 OK 然後這邊就可以找到 你要找的人 可以嗎 好 來各位自己先嘗試看看 你的頭像 搜尋 就是在底下 再講一次 底下的 下方的搜尋 點一下 頭像會出來 比如說我要找我兒子的 點一下 你看有關我兒子的照片 你看這是戴眼鏡的 但是沒戴眼鏡的都可以 都可以找出來 甚至我說 他臉很小時候的照片 跟現在當然長相有差異很多了 他一樣給你辨識出來 在哪裡呢 我把他找 這這這這這這這 你看這麼小的照片 他也要找出來 可以嗎 好 所以來各位試試看